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私はイコノミです 今天我们欢迎从北京连线的高高和张雨林参加误读会的录制 我们要读一本日本小说,是太宰治的名著,也是他最后一本小说 可能算是一个中篇,人间诗格 就人间诗格这四个字经常看到有人用 然后甚至是用在,不是在讲这本小说的上面 我开始都不知道这四个字是,这个词是一个小说的名字 然后直到张雨林在上个月我们录完音以后 虽然他没有参加,推荐了说我们下一次录这本书 要不要雨林你先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这本书引起你的好奇,然后想说一起来读一读 其实我呢,我也是因为老听大家说 但是我太宰治这个作家的生平故事 其实有点像这里面,这个以后我们会分析和看到 就是人间诗格里这个主人公的这种性情和这个经历 所以这个太宰治这个人呢,他的故事我在各种好多平台上都看到过 然后我个人就是毫无愧疚的要宣,就到处去 也不是到处去,就别人问我都会说我还是蛮喜欢村上村树的 然后村上村树呢,也在不同场合提到过太宰治 然后太宰治的人间诗格,然后对他好像还有一些影响 嗯,对,然后呢,我又把一句话跟着人间诗格 其实不是这篇文章里的 就是那个生而为人我很遗憾这句话 我以为是人间诗格,因为他们好像情调有点相通 但实际上是下一篇里面的,对,不是这个人间诗格里面的 但我就因为这句话,然后和村上的崔剑 然后他载着这个作家的故事 然后对这个人间诗格这本书产生非常大的好奇 嗯,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读它 哎,什么东西在想 啊,是我们这边外面有一个人的警报想了 应该不是什么火警 因为马上外面就要下大雨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之前想就是说两句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因为虽然说选书是我们三个人轮着选 但是毕竟选出来的书都要经过大家的就是一致同意 然后我又觉得,所以这个节目 嗯,我觉得欧美倾向挺强的 然后这可能应该是我自己的特质 不是二位,不一定是二位的就是偏好 所以我对日本文学是一无所知 你们俩会对就是说 当时我其实是怀着一种啊,可以读一本日本文学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憧憬来看这本书的 嗯,然后我之前一直没有看 也是总是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一直跟自己说 如果要看日本文学就要从什么原始物语或者举语刀开始看 但是谁知道误打误撞就是从村上我都觉得把它 我都把它放在,我把它放在这个之外了 因为它太火太流行了 就是一种国际现象的感觉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雨林推荐太载质的时候 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也觉得我们该读一下日本文学了 就之前一直在欧美打转转 然后我觉得好像整个亚洲 我们了解的不是很多 然后但是我,我其实对日本文学蛮感兴趣的 我之前看的比较多的是日本的女性作家的作品 比如《江国相知》或《几本巴巴纳》 然后包括那个刚才雨林讲的 突然忘了她叫什么名字 春上春树 春上春树 对,我看他们的作品比较多 然后老一点的作家我只看过《川敦康城》 对,所以我就想 那我们这次正好戒读太载质 可以了解另外一个时间段的日本文学 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再加上其实我们在读这本书之前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给我讲过 他说太载字的东西太上了 就是读完以后 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好 我就有点不相信 我觉得能上到什么地步啊 我读完《罪语法》也没有怎么样嘛 就是太载字会怎么样呢 结果读了以后觉得 嗯,不是上 我是气氛 但这个气氛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文字作品 而是我对小说这个男主人公 我不是很感冒的 就是我对他有一点愤怒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 我虽然觉得人间事格 这个这一篇我不喜欢 但是他后面有两篇 短篇小说我非常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家 还是有功力的 写东西是能够打动我的 嗯 OK 雨林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日本 对 日本文学我 我对对 那个刚刚刚刚说的 那个基本巴巴那呀 什么 那个什么 香枝 江国香枝 对对对 我也看过 江国香枝 我看的比较少 基本巴巴那的 我倒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特别像 特别适合度假的时候 读的那个 对对对 对 所以我就 我也好像 很治愈 非常治愈 对对对 我就读了一些 好像跟于什么 跟好像跟 就跟治愈 就跟香草有关的 一个小孩 小女孩跟她外婆 住在一起 怎么用各种香草 我记得那个 嗯 厨房 对对对 我读过 然后 呃 当然川端乡城 其实我是很小 比较小的时候是 也是怀着对民族的景仰 读过原始物语 估计也没有 就是也是那种 无伦吞藻 很多地方 嗯 当然排剧 对吧 排剧 因为喜欢诗歌的人 会读排剧 排剧是很不一样的 一种文学形式 然后呢 哎 我可以讲一个 跟排剧有关的笑话吗 好啊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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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排剧 其实给我一种 就是起码 是像我这种 就是在 在英国生活 很长时间的 英国人也很喜欢排剧 然后他们 就是英国和日本之间 有那种两个岛国的 互相的一种欣赏 然后会觉得 我就会觉得排剧 是一种日本的那种 审美的一个代表了 然后就有一个 那天我看到 有一个人讲笑话 说你不要 说什么排剧 一说排剧 大家就觉得 好像啊 很简单啊 很美啊 然后大家就是 欣赏那种 他就说 真正的排剧 或者看到任何排剧 第一个反应 就开始数 有几个音节 他到底有没有做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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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呀 就是说 就跟咱们 你看 你看其实 其实比如说 好多人都 胡乱写几笔 什么古诗词 有的人评词 是完全不对的呀 就是说 对 这个评词 还是很有讲究的 所以如果你填词 每个词牌 它都有不同的评词 要求 就是一个了解了 词牌评词的认真 就不是认真 就是基本功过了的词人 和一个就是 心情 在抒发自己心情 看起来形式 好像是个古词 那种的 就是稍微 有点了解的人 一下就发现了 然后再 可能我们得 稍微介绍一下 作者 然后在这之前 我也想提醒 就是比如说 是先来到 文化土豆的听众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 有一期节目叫 初次日本 请多关照 是和作家刘宁 还有编辑叶银 我们三个人录的 其实这一期节目 讲了20世纪日本的一些历史 和它文化的一些起源 或者一些前因后果 然后里边也聊到了 那个版本笼衣 然后包括版本笼衣和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村上春树这一代战后 生长起来的日本人 以及他们经历的 日本之前的现代化的 这个背景 我觉得对理解 我自己是觉得 对理解太宰治 起码是这一本中篇小说 挺有帮助的 我会推荐大家去看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 虽然我一直说 就是这是一本日本小说 就我们会说 这是一本日本小说 然后甚至会在里面 去找到一些 刚才聊的丧的元素 或者是什么样的元素 但我在读完了之后 我没有觉得 我也想听你们怎么看 我没有真正觉得 一定要给这个小说 贴一个日本的标签 我其实觉得它里面 哪怕是里面提到的 一些跟文化有关的 就是元素 不管是绘画 还是诗歌 还是文学作品 其实来自日本的 除了那个我是猫之外 都没 其实很多都是欧美的 所以我还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泰仔志还是一个 他已经是一个生活 在一个国际化的 一个文化背景下的 这么一个人 就有点难去讲 说好像这是一个 比如说像歌舞伎 或者是那种东西一样的 很传统日本的东西吧 对不起 发表了一番议论以后 泰仔志这个人 我们要介绍一下 他的生平在网上 很容易找到 大家有没有 就是特别想提到的东西 我稍微补充一下 一番你刚才说到 就是他的作品 有受到有一点 欧美文学的这个影子 或者说你觉得 他很国际化 其实是从他的生平中 可以追溯的 因为他大学 是在东京帝国大学 学法文的 所以他其实 在那个读书的时候 虽然他读书 读得不怎么样 但是他其实是有涉猎的 同时他又是一个基督教徒 就是你会在文章里面看到很多 他引用圣经的 是 对 所以这个我想是 你所说的那种 国际化影响 可能是有一部分原因的 再加上 因为当时他的主要生平 是在整个二战期间 那二战期间 其实 日本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也蛮大的 尤其是战后 所以我想可能是有这部分原因吧 对 然后我要 我其实我补充 也补充不了多少 就是确实 人间时隔呢 可是还 能够还是算要了解 太宰之需要读的一篇文章 因为太自传 就是跟他的生平还挺贴的 比如说这种 非常自传 对 所谓的地下运动 然后再所谓的这些 就是这个 他有一种 对女性的一种 一种依赖 因为他太宰之 从小生活在一个女性特别多的环境当中 对女性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 兼具着渴望 然后 但是有点恐惧和厌恶 这种非常矛盾 很强大的依赖 然后呢 那就是身体多病 对吧 他就是各种病 一会儿 这样那样 身体是很病弱的一个身体 然后呢 就是自杀的企图 非常非常多次企图自杀 太宰之本身也是 又想过上吊 又想过服毒 这样那样 但他最后终于 和 就是像书里写到 估计他 估计他医生应该想过很多次 就和一个 女性 在 玉川上水 投水自尽了 嗯 才39岁 死得也蛮早的 嗯 所以我觉得 他还是 很 就是这个 这个人间诗歌 并不是他的 他是他的晚期作品 嗯 所以他这个 而且他最后也是 这个人间诗歌里写到 吐血 他最后就是肺结核恶化 然后身体特别虚弱 经常吐血 嗯 所以这还是了解太宰之 呃 这个人 这个作者的 特别本质的 一些想法的一篇 嗯 一个故事吧 嗯 一个创作 我觉得 他生平里 我觉得就是 嗯 就是细节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 但是和这本小说 也是贴得比较紧的 就是还是 他的童年 是一个 生活在一个 就是所谓家庭条件 很好的 这么一个家庭 然后 嗯 但这个家庭 是在 乡下的 是一个 乡下的 有钱人家庭 所以他不是一个 大城市里的 这种 富二代的感觉 就是他没有那么 世俗化的 不是那么自如的 可以说是相当的 和 和这种 大城市生活 听 对他来说 不是一件 那么自然的 一个事情 反正给我的感觉 是这样吧 那 在这本 可能也就是 大概一百页 不到的 书 他讲了 我大概把 这个书的结构 讲一讲 然后你们来补充 一下内容 这本书的结构 分为一二三 三个手记 然后这三个手记 一头一尾 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 套娃的 一个叙事 就是说 有人找到了 这三本手记 然后还附带了 三张照片 前沿是描述了一下 这三篇照片里 分别有一个 幼年 青年 和成年的 一个男子 然后好像他 描述了一下 在照片里 他的表情 这样 然后接下来 其实我们 好像就是 通读了这三 三篇 三本手记吧 也 也是童年 然后上学 以及大学之后的 这种 成年之后的 一个 我们的主人公 主人公的名字 叫什么 叫 我看英文版 欧巴 叫夜藏 夜藏 这三本手记 就介绍了 他在这三段时间里的 一些 一些事情 然后最后 那个后继 又是 好像讲了一讲 发现 就是这三本手记 是如何被 被发现的 OK 我的那个 概括能力 就到此为止了 刚刚要不要 添加一些细节 这本小说 不是一个故事性 非常强的一部作品 就像一番讲 一番说的 他是用三个手记 来串联的 所以我们来读到 这个主人公 夜藏的一生的时候 会觉得 可能有一点散 他更像记录 一个人一生的 一个思想状态的 一个变化和走向 然后其中穿插了 他和大概 一些女人的 情感纠葛 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讲一个 叫夜藏的男子 他从青少年到中年 不断地逃避现实 不断地沉沦 不断地自我放逐 他不断地酗酒 自杀 用药物麻痹自己 纠缠于 一个与 一个又另外一个 女人之间 最后走向了 自我毁灭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概就是 这样的一个故事 最后在这本小说里 主人公夜藏 是没有自杀的 对吧 没有自杀成功的 就是一个 不了了之的结束 我有点恍惚了 他死了吧 那是没有的 我已经把他跟 太宰治的故事 回文艺谈了 我的理解是 在这本书里 是没有提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 从另外一个方向 去理解 就是如果说 这种偏向手机 或者日记的文章 最后在后记里 是被寄给了 那个一个女人 对吧 所以一个人 可能是在 准备自己死之前 才会把日记 给交付出去 就是也许可以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然后 这个东西 有一点像一个 自杀之前的一个 写我的一生的一些 回顾 一个回顾的一个 这么样一个东西 那你们觉得 作者写这本书 它是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为什么想写 这么样一个 就因为我们讲了 它故事性不强 对吧 然后我开始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 我看了两遍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 一直是在我脑海里 可是就是 它临死前写的 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死前 它想把 这就是 首先它已经得了 肺结核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在说 太太之本人是吧 太太之本人 对 太太之本人得了肺结核 它就是已经很虚弱 然后觉得 就是离死不远了 然后离死不远的时候 人就获得了一种自由 就是说那种 在它这个里面 对承认自己恶 承认自己那种身上 就让高高很愤怒的东西 我还拿一个词 我一会儿来解释一下 我的愤怒 对 当你 当我觉得是那种东西 就是在他死之前 他把这种 贱 恶 就卑贱的贱 贱 恶 特别反人的 就是反人道的 为什么他说 人间诗格 反人道的东西 因为他已经将死 他就可能更加的 觉得可以 毫无顾虑的释放出来了 所以 我觉得写人间诗格 这个像一个半自传性的东西 是他当时的那样一种状态 还是蛮有关联的 因为好像一个作者 一个写作的人 如果知道自己将死 然后还能够 就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但是你还能够写作的时候 你会 你会有一种东西 就这个这个整个整片的语气 我感觉它是一个 因为你你你通过读会有 你会有种体感 然后这个作者会有种体感 就是你会感觉 他是元气不足的时候写的 但是呢 他他元气不足 他也有一种 在有的时候写的时候 他就 比如他想写一个恶和贱 就让人生厌的东西 他就索性不勒住他了 他就没有勒 就是说 就索性让他这样 就是散发出来了 我会有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 读到一些文章里面 章接手 但我又觉得 这是一本小说 它毕竟不是一个自传 而且如果 就是可能用特别世俗 或者是会和这本书的 就是一些中心思想 很相反的 我想说 业葬这个人 在《人间诗格》里 是一个传统意义 就是普遍意义上 一个很失败的人 一个废人 废人这个词 在这个文章中也出现 但蔡宰志本人 在他有生之年 也是日本的一个 很知名的作家 所以他的人生在 他不是 他心里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了 就是他的 他的世俗生活 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家 也不会有人觉得 蔡宰志是一个废人 所以我觉得 即便是他自己 生出了想死的念头 他写的这个人 我不会一定说 这个是一个自传 那么强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但是你是一个 千成功万成功的人 也挡不住 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是个废人 这不一定是一致的 特别是 太宰志应该是 有抑郁症的 如果他多次 想要自杀 这个是可以 可能会分开的 虽然我们 我们几个人 人生当中 可能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千成功万成功 挡不住你内心 觉得自己是一个 一无是处 完全就应该去死掉的人 就社会性的成功 可能跟他内心 对自己的感受 也许加剧了他 他对自己的厌恶 对 不见得是 就是说 不见得是 就是合而为一的吧 有时候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叶藏这个人 他是厌恶自己 还是厌恶社会呢 都厌恶 他既厌恶自己 也厌恶身边的人 更厌恶这个社会 就是我觉得他 他从小 他从小其实就对身边的人 抱有一种警惕和讨好的心理 哪怕是跟他最亲近的父母 甚至包括他们家的庸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 一直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心 彻底敞开给另外一个人 或人群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他从小的时候 对别人通常拥有的那种饥饿感 他是没有感觉的 就他从来不会觉得饿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在人类通感上上失很多 但是在另外一些感情上 又非常敏感的一个人 就是他能体会到别人的虚伪 体会到别人对他实以实施的 那种情感上的压迫 他对这个又很敏感 所以种种这一切造成他后来 我其实回过头来说 我觉得对于不管是太宰治本人 还是这篇小说里的业障 对一个一生中 曾经四次寻求自杀的人来说 他在临死之前写这样一本小说 他必定是没有抱着要美化自己 这样的念头的 我觉得他中期一生 都是对自己有一种放逐的状态 那他只是想在最后放逐自己之前 他来剖析自己 这种剖析完全是血淋淋的 他不带有任何赞美或者是厌恶 他就是很平实地在描述自己 也许评判他这个人是好是坏 是交给读者的 但是他就是想记录这样的一个自己 我觉得是 至于说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主人公的原因 甚至我也不太喜欢太宰治 就是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是我的至亲 他就是一个跟太宰治非常像的一个人 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我其实觉得一个人追求自我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自己想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放逐自己也好 你抛弃自己也好 你杀死自己也好 但是你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 这个是我不喜欢他的原因 我提前说一下 我不是因为这本书写的不好 对因为你那个三导游记夫就说过嘛 就是太宰治气弱 人也很讨厌 大家可以想三导游记夫那样的人 不会喜欢跟太宰治两个感觉 我觉得三导游记夫特别逗 他说太宰治你所有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缺乏体育锻炼 你去运动就好 这说法是很深刻的 我觉得这倒不 就是说他这两个是 我觉得是两个是有一定的关系 你这个气弱 虽然是有一种体感 你能感觉出 其实在真的在行文字中 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 至少是在人间诗格 能感觉他不是元气很足的一个人写的 就是身体的体感 不是很充沛的一个人写 但是恰恰在这样气弱的东西里 他有一种就是废墟之美 有的时候有一些就是让你觉得 突然很不一样的境界 可能是在一个宏伟壮观的大房子里 看不到的 我其实在有一段话 他讲他好像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的时候 我在那个书旁边写了一句话 就是他应该去参加一个跑团 所以你跟三岛游记夫很像 我就是建议他去运动 对我当时是想可能那个村上村树会建议他开始跑步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正常人不能理解抑郁人内心的一个问题了 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我先来就是稍微讲一讲他童年的一些事情 然后你们可能补充一下他青年中年的一些事情 为听众在勾画出这个业葬这个人的一个背景 然后讲童年的这个事情 我可以从高高刚才提到的饥饿 刚才提到那个饥饿感其实就是肚子饿 其实这一段文字是我最开始和这本书有亲切感的一个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抱怨我不知道饿是什么感觉 就是因为家里人早上就先把你喂的饱饱的 中午学校又吃饱 晚上一回家就有饭吃 家长一直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人饿怕了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一直要把小一直在给小孩吃东西吃东西 你也会看到就是在那种游乐场 就是小朋友在那玩滑梯 然后家长就拿着一个饭盒子给他喂水果 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我就是不知道饿是什么感觉的 好像是真的到了高中才知道 讲他童年的回忆中有一些 还有一个比较刚才有一种废墟之美的感觉 就是他们家在农村有一个火车站 那个火车站就有一个铁道上面就有一个 步行桥 他从来都不知道 没有去想过那个步行桥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是因为可以帮助人从铁道的一边到另外一边 因为他从来不需要坐这个火车去任何地方 他就以为这个桥就是一个 比如说可以让你爬上去看远处 或者是看火车的这么一个 可能是为了娱乐或者是这种方式发明的一个东西 你们记得那一段吗 就是说他小他看问题 是有一种他完全是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向长大 但是也没有人去教他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他和这个社世界的关系可能是很感性的 也可能是反正是非常缺失的是实用的那一方面的任何教育和培养吧 然后包括他也说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子和床单 整套这些东西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他只是觉得好像是一种很多余很无聊的装饰品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自作多是比较作的描写还是说作者之前就有过 反正在在学校里面他也是一种他是一个 这个我身边也有朋友跟我说过 就是说在家庭和在学校他都扮演着一种开心宝宝的感觉啊 就是一个其实往往 对这点我印象很深 对然后我觉得我也挺能想象这种人 这不就是我们去年有个电影不是叫Joker吗 小丑啊 就是小丑这个文学形象在很多地方都出现 就是一个你去想憨斗先生 那么喜欢斗人乐 但是他是一个多么多么凄惨的一个人 然后其实换一种方向看 他是一个很sad很sad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就是看到这一点 但是从小时候的那一本第一本手机里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就是很轻描淡写带过的 就是他去看你怎么解读 他有可能是遭受过家里用人的性侵的这么有这么一个经历 我在第一遍 对女用人 对他说就是他可能是过早的 知道了一些事情 而且他觉得用人对他做的事情是 不应该对任何一个孩子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也想过要不要去跟家长说 要不要跟警察说 要不要跟政府说 但好像他觉得这些都是徒劳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描写 我又会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很实打实的去把他认定为他被性侵过 那可能又会整个改变你对这个人物背后的行为和他的整个性格的判断 反正就是童年里他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还有童年里我觉得有一个他说他被一个朋友捅了一道 就是他有一个小学同学看他在做单杠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来 他摔下来其实是出于一种 假摔 假摔逗大家乐 对对对 然后甚至是我又觉得你可以都可以把他解读为一个 他的人设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就是他都不愿意好好的做完一个动作被表扬 他情愿摔下来被笑 然后他的这个同学就看穿了跟他说你是不是假摔 然后当时他就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 就是觉得好像自己的自己的虚伪马上就要被人揭穿了 那我觉得他的那种恐惧也是跟揭穿了之后 那要揭示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呢 就是他对那个东西真正恐惧的是内心的秘密 或者是跟他我们刚才讲他被侵犯呢 或者是是不是跟这些有关我也不知道 但童年的部分就是这么一个业葬的一个人 然后和家庭的关系是相对比较疏远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了 他后面肯定是得到了发展 要不然你们举一些从后面的一些例子中描述 就讲一讲他接下来是怎么走 是走下坡路还是上坡路还是怎么 就是我就顺着我这话稍微说一说 就是这个还是有一种改变吧 就是因为他你以前说过他们家在乡下是一种 他不就开始考东京的高中吗 然后他说他自己 我当然还记得那句话说 他自己也对濒临大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了厌倦 所以就要考到东京的高中去 然后东京那高中就是什么技术学校 好像是也脏脏乱乱的 他做了一个那个 就类似于他生病 他生了一个什么肺部的疾病 然后让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证明 他就从宿舍搬出来了 对对对搬出来以后 他就好像就是他就住在他爸爸一个 他爸爸也不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就比较自由 然后他就他不喜欢画画吗 然后他很快的在他学画的朋友那些学会了什么 喝酒啊抽烟啊 然后去妓院啊 然后去当铺啊 然后还有那种左翼思想 就当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 他就 我也有句 他说他把这些东西都排在一起 是一种奇妙的组合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就 这些全都上来了 所以 然后就认识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一个他的好朋友 叫什么木 绝木吧 是叫绝吗 对绝木 对对对 就认识了认识了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好像后面就很长时间开始陪伴他吧 不仅陪伴他 就带他去各种场合 就开始他有了这个 就是对女性 然后又对酒精 然后再对什么地下运动 好像都是由绝木带着他 就开始进入生活的另一个层次 是不是这样的 我记得好像这个绝木带 还是有一个 他在就像是一种 因为通常在写男性自传的时候 都有一个启蒙者形象 就是一个青年男子 然后被一个启蒙者 领入某一种境界 领一种 通常是一种更世故的 或者更纷繁的这个世间图景 所以这个绝木就是这种一个角色 然后呢好像啊 就反正他们还挺进入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 然后我记得后来就是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转 就是他爸爸开始不给他钱了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他开始就很多的写到钱的问题 钱就是一个 钱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前一段感觉都没啥问题啊 就花花公子那种感觉 是不是因为他跟一个陪酒女一起自杀 然后那个陪酒女死了 可是他没有死 所以他就被警察审问 怀疑他有那种有犯罪行为 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 你如果不退出左翼组织 就是那个所谓的社会运动的革命组织 你不退出的话 那我就以后再也不给你钱了 所以他就退出了左翼组织 然后随后随着他爸爸 他爸爸好像中间死去了 是不是 然后变成他哥哥给他钱 很晚死去 为什么 对 为溃疡还是什么 我记得很深 对 死去了 所以他家里人就是对他不满意嘛 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捉 一会儿自杀 一会儿吸毒 一会儿酗酒 可能 他不是有一个类似于监护人的角色吗 叫比目鱼的一位先生 对 所以他跟他的家庭并不是完全信息隔绝的 所以他的种种类型可能家里人还是知道的 对 然后就开始 他爸爸因为他跟家里人就是这个 这个经济的这个坚实的东西结束以后 他就开始各种的 就是结实女子吧 酒吧里的 好像就是他就是跟他自杀那个女子 就是挺神奇的是在酒吧里接触的一个 也不是说长得多么美妙 然后就他说了一句话 就说啊我好寂寞呀 好像是这样的一句话 忘记原句是什么了 就是一种关于寂寞的一声感叹 然后这个感叹的真切性就吸引了他 然后他就跟这个女的还挺 觉得有心意相通吧 他最觉得是他回忆起这个跟他一起自杀的女人 他居然不记得他的名字 对对对是 我其实想说的是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叫 那个女人是叫静子吧 一个女记者 对 就那段感情 被养起来的一个感情是吧 对 那段感情我觉得很奇妙 就是蛮能反复反映他的个性的 静子是等于 首先是他的那个朋友节目 就是他第一个坏朋友 然后当着静子的面 说了他很多坏话 然后后来他就很像个上家犬一样 走开的时候 然后静子就追上他 说你你今天晚上要住在哪 他说我没有地方去 那静子说那你不如去我们家 静子是一个单亲母亲 他跟丈夫去世了 他有一个女儿 然后他就跟静子开始了 长达一个月的同居 在这个过程中 静子白天上班 他在家陪这个叫帽子的女孩 突然有一天 那个帽子跟他说 我想向神明祈祷 有一个爸爸 真正的爸爸 当然这个过程中 帽子也会偶尔叫他爸爸 这个就让他感觉非常恐惧 他就跑了 就是他明明有一个 可以让他的生活 逐渐稳定下来的一个契机 可是他放弃了 他排斥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人间蒸发了 他觉得他不配拥有那种家庭的温暖 或者说他不配拥有某种更亲密 更稳固的关系 他就跑掉了 我觉得这一段是让我能够更深刻的理解 业障这个人 我觉得业障所有的这一切 不是别人迫害他 或者是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掘墓是拉他下水的那个坏人 我觉得即便没有掘墓 可能业障也会沉沦 因为他本性就是一个追逐沉沦的人 当然是 我觉得是 他有一种倾向 有的人是有自我毁灭和放 就放弃自己的那种 经常说这种东西吸引 对 我会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 就是他在身上 多多少少的时候会有 在他身上可能是决定性的那一面 但是我又想说 虽然自我毁灭是他生命中决定性的那一面 我觉得他 他隐隐的还是有一个梦想的 就是他到了东京以后 他最大的梦想 没有讲出来过 我觉得他想成为梵高那样的画家 对吧 就是有讲过 他在小学的时候就有画册 他看喜欢印象派 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尤其是梵高的自画像 然后那一段 那一段话其实挺有深意的 就是他的一个不懂艺术的那个小朋友 拿了一张梵高的自画像来说 你看这是一张鬼 画的是一张鬼 妖怪 妖怪 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就是说 你太无知了 这是梵高的自画像怎么怎么样 但是后来好像他会自己觉得 他朋友的那个第一反应是对的 就是梵高这样的艺术家 他就是一个妖怪 然后对于正常的世界来说 他就是这么一个妖怪 然后他后来不管是说去接一些画 画杂志卡通插画的活 还是画一些三流的画去卖啊 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一直没有能够成为他梦想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或者不敢承认是他梦想的 就是他还是想当一个艺术家 他也好像后来有一个就是那个法国人喝的那个absence那个酒叫什么 苦爱酒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版里是不是也有 就是说有一 他有两次提到有一杯没有喝 没有动过的苦爱酒 就是我觉得他是有那个东西的 但是沉沦是主线 然后没有能够去追逐梦想 我实在就是觉得他的整个的一生太像我的那个亲戚了 就是完全 所以你才会愤怒 你的那个亲戚有他的有业葬的美貌和桃花吗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也是有 业葬美吗 我的那个亲戚是一个画家 然后长得很帅 然后家庭条件也像他一样好 是从小在别人的景仰中长大的 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天才 但是最后他 他没有发挥出自己天才的那一面 完全沉溺于生活的那种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细节里面 他结过三次婚 离了三次婚 直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人 大概就是这样 完全就是他业葬生活的对照 他是我的至亲 但他自己开心吗 开心 那就挺好的 他喝酒的时候 他喝酒的时候很开心 但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又陷入到巨大的那个孤独中 所以他就不断地通过桌 来展示自己的存在 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有点像 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是就是他的这个一个悲剧 就是我设想业葬这个人 如果他是在巴黎 他就会有很多 就是这种艺术家 或者是地下运动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种 就是counterculture这种 这种东西 或者是在六十年代的旧金山 他会活得挺好的 会找到自己的朋友 会有土壤 但也可能是他生活的这个 就是军国主义那么强的 这个昭和的日本 反而是他的一个悲剧 就是他的那种国际化的 一般我觉得对 就是如果 如果他换一个生活的年代 可能他不至于这样子 只是因为他不幸地生活在 二战前后的日本 然后那个时候的人的思想 包括人的道德感 对他的束缚和要求 可能让他觉得自己无路可走 那甚至包括我那个亲切一样 如果他是一个生活在今天 出生在今天的小孩 我觉得他可能会活得非常自由 但是很不幸 他是出生在文革前后的 文革前期 他经历了整个文革 所以他 他的那种不幸 可能是时代带来的 可能是社会带给他的 我觉得有关系 不是完全的 他就是一个堕落的人 倒不是说堕落人 但这种人他真的会在 在在在不同时代 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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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吗 我在觉得就是 那要不然怎么有了太宰治 还有了你亲戚呢 他们已经是不同时代的人了 我觉得 然后又是不同国家的人 我觉得我亲戚可能在现代 他如果是现代没准 他是个KOL吧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就是你说要是 六七十年代 像是西皮 像是那种 像是大家都有一点 要从这个 资产阶级社会规范里 要溢出 要那个就是 就像水一样漫出去的 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人 他的底色 是有一种青春感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有一种青春感 虽然他也在吃药 对吧 他也在嗑药 你是说有一种革命性的感觉 对 就不管他是不是 他这个革命很含糊 因为那时候大家革命 是革的什么命都很含糊 对 虽然他这个革命性 是有的 但是 但比如说 哪怕你说那些西皮 每天磕着药 唱着歌 晃晃悠悠悠 好像也没在干啥 也是一种 如果打引号 也是一种废人 对吧 对于社会那种 精英习俗来说 但是呢 他那个里头 还是蕴含着一种青春感 就是一种 对 没错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种青春感 没错 但是有一种青春感 有一种生命感 甚至 虽然他对于社会规范来说 是一种废 但是有一种像生的感觉 或者像一种 更大的生的本质 就像着那种土地 像着 像着原始的生命力 或者像着 一个怎么 艺术的 就是whatever 就是他是一个 有那种感觉 但是他在 他就是 或者在这个里面 这个 业障的感觉 他那种肺 其实完全没有太多 这种感觉 你们不觉得吗 就不像那个 西方有的艺术家 说艺术家性的颓废 我们一起 就是我们不做社会 资产阶级社会规范 一个精英人士 要去做的事 我们就是要溢出 我们就是要自由 我们要超越 就是打破这个规范 我们要去做什么 跟自然啊 跟宗教啊 跟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要做不一样的人 就是他在 这种肺跟那种 特别特别不一样 我觉得 就是是两种 本质有差的这种肺 这种颓肺的感觉 不太一样 我就觉得 我能体会 雨林说的那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 这个对这个肺的理解 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怎么讲 就是说 其实在 《业障的后半生》 第三本手机里 他被送进了疯人院 然后我就会觉得 就是我们在对他的肺 和他人生的价值的 这种去解读 或者理解中 就像我刚才说 你要不要说 要不要用他童年 可能被性侵 来做一个解释 来拿这个当一把钥匙 或者是说 认为他是一个神经病 然后就盖棺定论了 然后就把它 当一个神经病去处理 我就会觉得 当我们去 比如说不管是说 他就是一个性侵受害者 或者是 他就是一个神经病 然后所以 他会是这样的肺 我其实觉得 这种解释挺残酷的 然后我就还 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不是 我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还是期望 能够找到一种方法 就是像 比如说刚才讲的 他或许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社会 或者时代出生 或许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状态 就是我觉得 他有一种爱无能证 就是你发现 如果我们说 你比如说颓废的艺术 颓废的艺术家 肯定是心中 有别的一种爱的 就是嬉皮心中 也是有一种爱的 就是那种东西 但这个在业障身上 他有时候换起一点 微弱的积极的 比如说对那个酒吧女 有一种震撼式的同感 或者对梁子 他后来娶了这个 这个处女 就是有一种 当梁子跟人私通的时候 他有一种被人 我觉得那个鞋带挺好 就当头在鹅中间 砍了一刀 还是什么痛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失去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 但是大多数时候 他是没有任何爱的动力的 就是任何情况下 他心中是没有一种 靠近温暖和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 这个歧视分析来分析去 真有可能 他跟他的童年经验有关系 像这种一般都还真的是 跟童年经验 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可能他在童年的时候 看到人心中 特别饿 特别难以解释 让他产生巨大困惑 和恐惧的东西 那就再也不敢爱了 就再也不相信爱了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又分分钟的能够睡到 一个陌生女人的床上去 就不爱才能分分钟啊 你要爱了 你哪能分分钟啊 对啊 就是不爱啊 才能够就是分分钟 我觉得他似乎也还是会爱的吧 比如说 那个他最后不是结婚了吗 跟一个叫梁子的女孩 就他所说的处女 结婚了 然后他说 因为他在梁子的眼睛中 看到了最纯洁的真诚 对 在梁子那是 就都不是觉得他是有 对 他是有 但是我觉得 那种最纯洁的真诚 就是他 他后面写了 写了一种 就是我不知道 他是其实那种 艺术家性的那种 ego很大 就一切是唯我的 那种感觉 他就说 他说他要体验那种 进于狂暴的巨大欢乐 哪怕一生中仅有一次也行 就是说他从来没有 我还从没比我年少的处女 一起睡过觉 那就和他结婚吧 即使因此 而有再大的悲哀降临五身 我也在所不惜 就这段话 你读起来觉得矛盾重重 你当中肯定有对梁子的爱 这不可能一点没有 但是呢 也有那种艺术家式的 就是抱着所谓 他一直抱着所谓 一决胜负的心里 毫不犹豫地偷摘 这朵美丽的鲜花 因为那种艺术家式的 就是给自己 增添一种经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刚才雨林说 读到他的文字里 有一些矛盾的东西 然后又去琢磨 其实是我读第二遍 这本书的一些乐趣 我第一遍的时候 会往往觉得 都写的什么呀 但第二遍的时候 又觉得其实作者是挺 就好像是每个 就是逐字逐句都是考虑过的 有很多 就写的应该是挺费劲的一本书 对 一番你知道我 就这本书让我很不舒服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能感受到 他有一种气血的真诚 就是就像你说的 他每一个字 他一定不是说 我随随便便写的 他要把我的这个感情动线写清楚 把我的思想里的那种深刻写清楚 他一定是很纠结于我怎么去写 所以我看上去 我就觉得 你表面上看起来 他可能似乎是矛盾的 说不通的 但是这也正表达了 他的内心的那种 气血的真诚 我其实蛮害怕这种东西的 就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痛苦 这种痛苦 我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我会不舒服 就是这个原因 你刚才讲了这个书的愤怒 是这个和这个是一个事情吗 还是两件事 愤怒不是 愤怒纯粹就是因为 像他亲戚 就是因为我说我的那个亲戚 不是因为他写的 是因为他太像我的那个亲戚 因为我之前 我是不喜欢我这个亲戚的 就是我觉得他给我们整个家族 带来了很巨大的麻烦 甚至我可以 我曾经觉得 他是我们家的一个污点 就是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的人 但是时至今天 当我40多岁以后 我再去回头看他 我完全能够接受他 而且我也不会再带着那种 没想到你以前还当过 道德审判的角色 因为我们所有家的人 就家里所有的人 都觉得他不可思议 就觉得他 反正就是 甚至我爷爷 我爷爷都不想去承认 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就觉得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的那个愤怒感是在于 因为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我是作为被他伤害的 那个角色 我会有愤怒 但是 这个小说 这个他在自写的这本小说 我又能够感受到他那种气血的真诚 我就很难过 我仿佛看到了那个 是我的那个至亲 在写这样一个东西 我就越发的痛苦 就是我觉得 我可能误解他太多 所以业葬这个人能不能够通过 我不知道 能不能 就只有看到他在用马飞的时候 好像能够瞬间的有一种逃离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说心理治疗能 是不是他需要的 你知道吗 就是 这本书里一直在问社会是谁 社会是不是就是你 就是 这就是你的要求 你不要说是社会的要求 是绝目跟他说 你 世人怎么看你 他说世人是谁 世人就是你 就是个人 对 世人就是个人 对 那你觉得世人说你应该看病 这件事 这能解决吗 他好像每次他也去吃了药 看了病 因为要不他去 要跑到药房 他就不会磕上药 你记得吗 就是 也有好多他 有好多他看病服药 的桥段 就是他 有问题他也还在吃药 然后就是说 对 感觉 一会 他有很多关于身体病痛 然后跟人的微妙感觉 像联系在苗 你们记得他小时候 什么耳朵里有 那个有个有个同学 耳朵里有血 还是什么 就很微妙的 他就给对 两个人去就拿着棉签 给他清浓血啊 什么的 然后他对这种 他自己还 好像我不忘了在哪一段了 写了他对这种身体的病痛 有一种 病和这个伤的身体 他有一种奇特的这个 对 奇特的 对他 他就很想研究这种东西 或者他 很说这种东西的吸引 所以他 其实他也不是说 完全不吃药 或者不接触 医生啊 这些东西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啊 就是 我不否认 他肯定是有抑郁症 或是某种心理上的疾病的 只是在当时那个时代 这种心理疾病 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医学体系 可以针对纯粹的心理疾病 去进行治疗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他就会采用外部的抓手 这个抓手可能是服用药物 鸦片 或者是酒精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自己进行治疗 也许现在 你遇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说你去看一个心理医生 接受系统的治疗 也许他会好 但是我们也知道抑郁症 可能它会是一个反复复发的 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病人他的那个痛苦 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 在这个过程中 他很容易就在外界 抓住任何一个把手 去进行自我拯救 这个把手可能是毒品 可能是女人 也可能是宗教 什么任何东西 或者就自杀了 对 对 或者就是死亡 也许死亡就是他那个把手 对 但我想说的就是说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 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心情特别不好的那几天 你可能会想 事情会想的比较极端 可能同一件事情 出现在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都觉得这不是个事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去把这件事 就无限的扩大 他的 他的就可能阴谋论也出来了 然后就各种这样的事情 从我自己的经历里 我会觉得如果治疗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医学帮助 能够帮我 就是让我不要那么极端化的思想事情 然后如果这个可以防止我自杀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又觉得在业葬的这个 这个病例里面 如果说他是一个不接受 世人的规范的一个人 他也不想去参与 刚才比如说 他就是想从资本主义社会里 溢出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看成是有病 要把它治好 我又会觉得是一件挺残酷的事情 所以我说不是 他的沉沦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心理疾病 就是可能这个是占了一部分原因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自己 本身是对生命有一种虚无感 或者是另外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我们所说的自由的渴望 就是你们谁都不要管我做什么 那他可能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死亡 可能他觉得死才是最后的最终的解脱吧 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一个心理学专家 会怎么去看业葬这个人 我又会觉得他在小说里 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怎么讲 他又表现出了厌世 叫不叫厌世 社交恐惧吧 我觉得他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社交恐惧 另外一方面又 他又挺渴望社交 但他只渴望那种在酒吧里的 我亲戚就是这样的人 他不喝酒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话 就是一个很沉默的人 就是在画画的 但是他只要一喝上酒 跟他的那些酒友在一起 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 非常有趣 非常生动的人 他就完全没有社交恐惧的那一面 我能够接受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分析他 从身体的病理学分析这个形象 是肯定有必要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特别病弱 然后跟作者自尊性的 然后有身心疾病的一个人 但是呢 如果一番那个问题 就是说如何对待这样一种人 在对于这个文本的 这个文学性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觉得也正因为 因为正因为他的这种病弱 和正因为他的这种抑郁 就是才产生了一种境界 是健康的人不看不到的 或者是即使有所察觉 就是说即使擦肩而过 健康的人也宁可不破门而入 不去深究这个东西的 所以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吧 有时候你说作者 就一个作者就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 他就是要 他有时候站在了那个火山的边缘上 很危险 就是就死掉了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呢你不在那火山边缘上 你就看不到有些景象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如果把它治愈了 可能就我就想 我刚刚就没有想打断你们 但我觉得这个方向有点奇怪 就是你是要把那个 把这个业障给治愈了的话 对 就是会怎样 一般很想拯救业障 很想拯救 我没有想拯救业障 我就是想 我就是想 就是想 批评想拯救业障的 我就是在想今天的社会 可能会想一些办法来拯救业障 哦 明白 就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 然后特别是我们 因为开始讲到身边有可能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案例的时候 也会有忍不住想帮忙 但你的那个忙 我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只 我觉得稳定人的情绪这个忙 我觉得是如果可以帮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情绪波动的体验 但是如果是一个要重塑他的世界观这种忙 我就觉得是有点很难帮得上的 对 我觉得我们纯粹从文学的角度去 去看这个业障也好 看太宅志也好 就借用信条的导演诺兰的一句话 就你不要试图理解他 感受他就好了 不要去理解这个人 嗯 嗯 然后其实这本书里 他我有点不记得 他其实有讲 或者是他有考虑到宗教和政治 两种方式都有可能是提供解决方案的 宗教那个具体是怎么讲的 我不记得了 但是政治这个就是说 他有去参加日本共产党的一些社会活动 然后在在这个里面 其实是这本书的一个幽默的地方的体现 然后也也是能看出业障 他是一个高度自省的一个人 他有说他为什么喜欢去参加这个日本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不是因为他他去说我去听了一次 我就觉得他就说他们说的这些事情都太明显不过了 都不知道他们在那认真地讨论什么 然后他也说 但是他们好像觉得通过数学或者通过经济 就能够解释或者改变社会 他也觉得这个他们这些人的出发点 也是太过于简单和幼稚吧 就是我印象中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他还是一直去参加这个活动 他就是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是不理性的 就是反主流结构的 对 对 反正我看的英文版本里用的就是irrational这个词 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是不理性 那不理性的吸引他就是因为他想抵制理性的社会 然后他只不过觉得这些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疯子 然后和他们在一起 他会觉得好像能够感觉比较安全 起码那些这些共产主义者不会拿另外一套理性的东西来要求他 而且还甚至挺重用他的 他倒是后来还当了一个干部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对 狂人意识我们中文版说的是 他有一种 他就他说有一种与生俱来他有一种狂人意识 就是喜欢那种不合法的氛围 一头扎入其中的人 所以他他觉得那种那段不是地下活动吗 对地下活动这种气氛特别的就特别的吸引他 他就是喜欢这种一个神秘的面纱 然后有比较那个就是跟这个狂人意识比较相合的东西 对然后别人别人给他一些派一些任务 要去送文件呀送什么 他都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他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都搞得神神秘秘的 觉得是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一样 他觉得那些人真是入戏很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看到这我就觉得还挺幽默 对对对对 而且他就是他说他我总是一边搞笑一边准确无误的完成 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 说说那个那帮从事地下运动家伙常常是如临大敌一般高度紧张 甚至蹩脚的模仿侦探小说显得过分警惕 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是一些无聊透顶的东西 可却煞有介事的制造出紧张气氛 对对对他是 因为他好像是一个 其实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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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了 他根本无所谓这些 他反而显得很从容 就即便被抓住去坐牢 他也觉得说不定也挺好 对对对 他的各种的意义都没太所谓 所以就我觉得他就反而反而很成功好像 对你是一个成功的地下运动者 不知道大家还想分享一些什么 那个刚才说到革命那一段 就是我在这本这个这本小说中的另外一个短篇小说 叫《斜阳》里面 他其实借那个小说的女主人公之口 说出了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那个女孩其实他整个最后人生面对了一个巨大的 就是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亲人 然后家族的兴旺 他说在这个时候只有革命和爱情能够拯救我 但是他对革命本身是 不是抱以那种我要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念头 而是他觉得革命所带来的那种破坏 是他想冲出自己的那个屏障 才能够通过就是一种行为方式 所以说到这我其实蛮推荐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 不要看完《人间诗格》你觉得很烦躁 你就不读下去了 他后面其实有两篇小说 一篇叫做《唯庸之妻》 另外一篇叫做《斜阳》 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太宰治的这个人生 或所谓大藏的人生 《唯庸之妻》是从妻子的角度去看 然后那个斜阳是从一个情人的角度去看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太宰治这个人 而且这两篇的文字非常简单 很直白 然后写作的那个节奏感也非常好 尤其是斜阳那篇 我看了以后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只读完《人间诗格》就停了 你还是要继续再往下看一看的 这个作者还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只是《人间诗格》这一篇实在是气血的真诚 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而已 对我就也补充一点吧 又是我的老本行 就是前我不知道是 是高高说他是一个基督教的 才虔诚的信心就是虔诚的信徒是吧 他可能不虔诚但是他信 对对对 他其实他信的就是不管他就是说 是不是每天就是去教堂 是不是都去教堂按时 然后去祈祷或者做 做那个不同的那个祷告 但是呢 一番是在还是在 我在我在我在 我在很认真地看 在在他在 哦 明白明白 好 对就是就是因为就人间诗格里这个业障 它确实是在底层的非常深的意义上 和基督教的一个一个东西是联系着的 就是其实人间诗格里有一句话 他不一大段说了基督教吗 其实说就是说不相信神的宠爱 而只相信神的惩罚 就是在基督教的这个精神里 就是说受难 就是说受难就是所谓神的惩罚 受难是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受难比受宠要来的有意义的多 而且是更加核心的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这个以前我们谈别的事都谈过 就是就是说你你耶稣基督 你就得passion的一个礼拜对吧 就是被打呀被抓呀当中受辱啊 这样那样对吧 血乎淋淋的打的 然后还背着十字架走上去 然后钉死 这一系列东西是很很重要的 只有在这一系列东西完成之后 才能领会到救赎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整个就是放弃自己 然后把它置身于一种危险当中 然后去受屈辱 然后不是说那个耶稣之死是一叫做终极的屈辱吗 终极的屈辱 对 ultimate什么 like humiliation 对 终极的屈辱 对 然后最后就是死嘛 无非就就最后到了极点就是死 然后死了以后才可能发生后面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在深处的 其实我觉得太太这是有一些的 不是说他直接这么 因为他写了那句话 就不相信神的宠爱 只相信神的惩罚 就神的惩罚是一个 是一件真事情 是一件 所以 就是一件基督徒要 就对 我觉得里面的因果关系 可能是太太 是被基督教的这些东西所吸引 不是因为他信这个教 才把教理的东西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对不是不是对吧 是他就是一个 对对对 他是被原罪啊 被所谓的就是基督徒有那么长的受迫害的历史 包括犹太人对受迫害的历史 他对所有的这种被受迫害的东西 都有一种 是一个能量的对吧 是一个 对受难对受难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能量的源泉 对 然后我最后补充一点 其实就是也不是补充 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总是在解释 为什么这本书看着 本来看着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趣 但是聊起来还挺有趣 推荐大家去看 但其实这本书在 在广大的听众 或者是在 在社会上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尤其是在 是在这种 从日本开始就是 宅文化的这一代人 就是他们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留言 大家都觉得 他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是在写我自己 都是在如此 就是 你说日本人的留言 还是什么 全世界人的留言 如实的 就全世界人的留言 我看了一个 我看了一个 一个法国漫画家 在网上讲这本书 他就说 这是我除了漫画之外 看的唯一一本 就是书 然后就讲他如何的 就看到就是 如获之宝的这种感觉 然后那天我还看到 YouTube上的 PewDiePie 是一个打直播游戏的大网红 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网红 结果我都不知道 他还做一个书评栏目 然后里边 也讲了太太制的这本书 然后就其实它是市场很广 据说还有一个日本人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可能日本有一个什么中学作文比赛 然后全国性的 然后就有人去做数据统计 就是作文比赛中 或者是就是提到人间失格的这个出现频率 是每每 因为这本书是48年战后写的 每每就是在日本的经济腾飞期 永远都是这本书的出现频率会 而且我们说是中学作文 就是在年轻人的中 他们的那种和社会的疏离感 就是在社会有重大变化 或者是特别鼎盛的时候 反而是会特别受欢迎 怎么说 其实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上次我们讲了村上 还是讲什么时候我讲过 就是我讲过一点点 就是日本 日本文学 日本的创作品 或者日本的就是创作性的 今天太晚了 嘴巴有点不灵 就日本的创造性的作品 音乐呀文学呀 包括 我们忘记说日本文学 还有我看很多一个推理小说 对吧 咱们都看很多吧 对 我从什么江湖穿乱布 我就看起 19世纪的 我因为我特别喜欢看 然后什么东野归吾啊 对吧 这些的咱们都看过 那么它其实包括 包括推理小说里面 它都有一种对人间的屈辱感 那种微妙的层次很丰富的 屈辱和无奈 无能 或者对自己的 恶或者就像那种无赖 你是想说变态吗 也不一定是变态 也不一定变态 就是实际上 就是一种很 很上的那部分的推崇 对 不是推崇 它那个真诚 它的真诚力量 甚至你 为什么那个法国漫画家喜欢 甚至有时候是超过了西方人的 就日本人的那种 那种能够诚实真切的描绘 就是当代生活中那种 有层次的 有层次的 非常真切的 受辱和无奈和 卑贱感 是非常到位的 有时候 你说对这种东西的 鉴赏能力很发达 对这种东西的承认 对这种东西的承认 你就只有你首先承认嘛 体认它 而且用非常真切 你要有过真切体认 你同时传达出来 大家就都会产生同感 可能你有时候都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对 你买一个性别的感受 对吧 其实不一定 每一种感受 都是光明或者干净的 但是呢 我不是说 不是色情不色情的问题 就是说你对 然后呢 你对 哎 我现在说不出来 就是经济 对吧 定居地位 社会地位 反正就是 是一种 其实是有一种 有很多很真实的东西 并不是 太宰志在这个人间诗歌里 说了一句 好像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世间就真的是 好像是说非常可怕 还是怎么着 我看有那句话 就这个意思 我看看啊 对 他说 世间确实一个 深不可测的可怕之地 因为绝非依靠一决胜负 便可以轻易解决一切的场所 就是你不是说 那想那么好 哦 恶势力来了 我 我给他打败 或者说我失败了 这事就完了 这事完全没那么简单 就所以那种 期间的 真实的 非常有层次 就是层次很奇怪的一种 失败感 屈辱感和那种 东西 我觉得日本人 他那个真诚度是非常够的 有的时候 你别看他有 就是那种社会性奇怪 他一面有很深的面具 另一面 他要承认起来 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 大家都可以想象电影 对吧 对 各种作品 我觉得都有 反正 你的意思就是 这个问题是 是参加更多的体育活动 远远不能解决的问题 远远不能解决 而且 而且他那种 所谓对 对人性的那种 那种承认 他又跟西方不一样 我一下还找不到一个 找不到一个恰切的方式 来表述他 并不是西方人的那种 所以 所以法国人就很 法国人一直都很服 这好多小说 日本好多小说 所以 他们会服 你说法国人 不对人性挖掘吗 什么恶之花 不都他们写的吗 热耐小偷日记 不都他们写的吗 对吧 那后面什么 萨德 福科 不都挖掘吗 所以 他们也服这样的作者 就是因为 那个角度和感受 不是很一样 我现在还找不出一个 恰切的词语了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日本人很有趣 包括日本人所创造的 这种唯一作品 也非常有趣 你看他有 他在这样上到极致的人 他也有三岛游记夫 那种 那种就是 生的欲望 那么强的那样一个人 虽然三岛游记夫 最后也自杀了 然后包括他的唯一作品 比如说我们有 可以看到半则指数那种 我简直就是 中二到像神经病一样的 这样的作品 就是特别所谓的励志 也有很丧的 比如说逃避虽可耻 但有用这样的日剧 它是一个 我觉得 它整个社会所呈现出来的 一方面是那种非常亢奋的 中二的激进的状态 另一方面又有非常浓重的 那种逃避色彩 甚至他们不认为 逃避本身可能有什么问题 他也接受逃避 但他也接受中二和激进 我就觉得很奇妙 很宽容 很丰富 很有趣 所以我很喜欢 日本的东西 也是这个原因 我很喜欢日本的唯一作品 电影电视剧 我都很喜欢 我补充一下吧 就是说到日本的这个特殊性 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太宰治人间诗格 其实有一个动画片是轻之文学 它出的一个系列的作品 它把日本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文学作品 拍成了动画片 那这些超刀绘制的这个动画师也都是很有名的 比如说人间诗格这一部动画是那个死亡笔记的作者画的 然后你可能看那个动画片 要比看小说要舒服一点 虽然那个动画片也是一个蛮阴暗的一个感觉色调 但是看起来可能会让普通的读者觉得代入感更强一点吧 推荐大家去干 就在B站上就有 嗯 嗯 好吧 其实我还是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个东西 就是觉得我有点保留意见 就是说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说它是一个日本的东西 或者是不是日本的东西 就像我觉得它的悲剧 我从某种程度上还是觉得恰恰因为它不够日 可能是太宰治没有真的那么日本 它才会有它的悲剧 就是但可能是另外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我以前采访了一个村上龙 然后他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其实一个现在留下来的印象的一段对话 就是其实我就一直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右翼的日本人啊 就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 他挺右的 对他很右翼 我就一直想就是想让他 我认为他有可能能够愿意很直白的承认和解释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是一个很右翼的人啊 但是我也不记得他的原话了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还是日本被原子弹炸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包括他们对和平的那种 也不叫迷恋或者是崇拜 或者是那种东西和原子弹有很大的 有挺大的关系的 然后因为你想这本书写于原子弹爆炸三年嘛 三年之内 所以他会对那个时候的 那你想他的东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然后你又能写出多么光明的 多么上进的东西 多么有建设性的 有那种生命能量的东西 其实也挺不 也是一个挺大的问号的 对 然后本身原子弹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日本的东西嘛 它完全是一个和日本可能没有那么大关系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就聊 下次是该谁 下次是该谁 上上次 谁推荐的罪语罚 该高高了 好 你推荐的罪语罚好吧 对对对 罪语罚在这本书里 你推荐的罪语罚 在这本书里也有出现 可以想象就是托斯托伊斯基里 多么重要 对对对 对 在这里面有好几个部分有出现罪语罚 宋毅老师还问了那么多问题 对 罪语罚真的很好 太好看了 对 而且你看奥布罗莫夫也是一个多余的人 这个树葬也是一个多余的人 但是在 那就不一样 就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好 这些我们都可以下来再聊 好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 我们下个月误读会会讨论三岛游记夫的金格四 希望一起看书的朋友快快行动起来 另外一个需要大家行动起来的事情是去赞助文化土豆的节目制作 我们有一个赞助人计划 赞助人可以从官网上收听到我们每月特供的UNPAC栏目 分享一本非虚构作品 下周正好轮到我们UNPAC毛泽东思想或者说是毛主义的全球历史 这本书讲述的是从60年代至今 谢谢大家